最近很多人在问这个机甲数据线到底行不行 我用几分钟帮你实测一下 米奇沃克斯也有推广这根线 它的品牌是闪程 我买到的这根是这个品牌 有点不太会读 从外观看跟沃克斯的大概率是同一个厂家 全长有1.2米 长度没有虚标 高密度的编织线手感还不错 这些黄颜色的部分和这个灰颜色的部分是金属材质 整体的重量接近有73克 这个磁吸设计我感觉最大的用途就是收纳 至于还有没有别的用途大家自己去研究研究 用A口输入最大也就是22.5瓦的功率 达不到最大功率 必须用C口对C口才能达到65瓦 苹果手机的接口我们就不测试了 因为功率很小 完全没有压力 C口的极限功率是65瓦 主要对应的是PD20V3.25A这个档位 我会用这个电源往数据线里送入3.25A的电流 让它工作在极限状态 启动电源 现在的电流是3.25A 根据USB Type-C口的规范 电源复级的压降应该是0.25V以内 我们实测的是0.236V 根据规范 电源正级的压降应该是0.5V以内 我们实测的是0.267V 所以这根线标注65瓦是没有虚标的 这根机甲线现在的价格是$19.9 哦 对了 还有这根线是可以传输数据的 但是不是全功能的Type-C口 可以A口对C口数据连接 也可以C口对C口数据连接 但是苹果手机的接口是没有数据连接功能的 好了 我是鸡垫匠 我们下期见